皮尔斯·布鲁斯男被誉为史上最帅的林林企 他在戏里有多风流,戏外就有多专情 布鲁斯男有过两段婚姻 第一段婚姻爱到地牢天荒 妻子过世才将他们分开 第二段婚姻,妻子胖到三百斤 他仍然爱得深情 两段婚姻,皮尔斯都是以爱情形相闻名 他用坚定的态度向世界展示了结婚誓词 无论顺境逆境,富有贫穷,健康疾病 我将永远爱你,忠诚你 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 他和两人妻子的爱情故事 真的让人相信世上有如此专情又深情的男人 明明是好莱坞顶级男神,却罕见的忠诚宠妻 是花边新闻的绝缘体 有记者问皮尔斯 在这充满诱惑和绯闻drama的电影圈 你是怎么做到林飞闻爱且只爱一个女人的 皮尔斯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们就来听听最帅007 皮尔斯·布鲁斯男的故事 布鲁斯男1953年出生在爱尔兰 还是婴儿的时候 父亲抛家弃子,人间蒸发 母亲是一名护士,担起了家庭的重任 皮尔斯11岁那年 母亲把她带到了英国伦敦生活 成长中,皮尔斯的艺术天赋开始展现 加上英俊的外形 她被伦敦戏剧中心招揽成为一名演员 拍戏中,她认识了比她大五岁的澳洲演员 卡扇多拉·哈里斯 在采访里,皮尔斯曾说 第一次见到卡扇多拉我就想 天哪,多美的一个女人啊 我可以一直这么欣赏她的美丽 卡扇多拉是一个单亲母亲 带着两个不到十岁的娃 皮尔斯·爱无极乌 把卡扇多拉的女儿夏洛特和儿子克里斯托福 都当成了自己的儿女 1980年,皮尔斯和卡扇多拉结婚后 就在法律上正式领养了两个孩子 让两个娃跟自己姓 三年后,皮尔斯和卡扇多拉唯一的儿子出生 这之后,夫妻的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卡扇多拉还在1981年出演过邦德电影007之最高机密 他俩那时都没想到 14年后,皮尔斯竟然会成为新一任的邦德 婚后,他们夫妻出席公众场合时 总能占据报纸杂志的版面 成为最令人羡慕的模范夫妻 对爱情与家庭的重视 也许跟布鲁斯·男的原生家庭有关 强保婴儿时被父亲抛弃 母亲不在身边多年 让布鲁斯·男尤为珍惜自己的小家庭 可惜,卡扇多拉虽然得到了皮尔斯的清新宠爱 却没有得到命运的善诞 1987年,卡扇多拉被确诊 卵巢癌晚期 夫妻俩瞬间掉入冰冻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与癌症斗争 跟死亡赛跑 34岁的皮尔斯不离不弃 陪着化疗、康复一次又一次的手术 他不仅要照顾重病的妻子 还要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 然而苦熬四年 1991年圣诞节后三天 妻子还是撒手人寰 年仅43岁 丧妻之痛让皮尔斯患上了抑郁症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他需要靠药物度日 他将事业重点从演艺转移到公益事业 倡导女性提高癌症意识 以此寄托他对王妻的思念 妻子去世后第三年 1994年 皮尔斯带着孩子们在墨西哥度假算星 这时他遇到了31岁的美女记者 凯丽史密斯 那个拯救他的女人 凯丽拥有一头漂亮的棕色头发 博学睿智 谈吐风趣 他曾经是ABC电视台的环境类话题的记者 拿到过许多奖项 两人交代后发现有说不完的话 皮尔斯不能对别人说的心理话 凯丽都理解 帮他走出黑暗 陪他悼念王妻 鼓励他去回忆曾经的美好 但不要沉浸于那些悲伤 皮尔斯直言凯丽拯救了他 凯丽用他强大的力量支撑了我 没有他 我就活不下去 遇见凯丽后 皮尔斯又开始有了生活的希望 又开始拍戏了 而且在41岁那年 成功拿到了邦德的角色 他成为了第五个扮演007的演员 可为大器晚成 至此他开启自己的巨星进阶之路 成为邦德 也意味着将会遇见更多的诱惑和纷扰 在007系列电影里面 皮尔斯要跟很多女演员接吻 人们本以为他会像是 好莱坞其他花花公子一样 假戏斟酌 但是皮尔斯一离开片场之后 他就立刻坐怀不乱 他心里只有凯丽 他从来不是一个花心的男人 一旦爱上就深爱 有记者问他是如何拒绝诱惑的 如何可以做到专情且深情的 皮尔斯笑了说 当你每天都可以吃牛排 你怎么会想去吃麦当劳呢 交往后的第七年 皮尔斯和凯丽在爱尔兰举行了婚礼 并把婚礼的杂志赞助收入 捐给了学校 婚后两人生育了两个儿子 一个叫狄伦 一个叫帕里斯 他们都继承了父亲的基因 都是帅哥 同时 凯丽一直都温柔对待 皮尔斯与王七生的孩子 及他的一对寄子女 人家问他有几个孩子 凯丽永远回答五个 就足以见得他的爱心 皮尔斯告别邦德这个角色后 拍了不少动作电影 也拍了妈妈咪亚 这样非常不邦德的歌舞爱情片 她依旧风流倜傥 气质傲人 是所有女人的目中情人 而凯丽却渐渐成了媒体眼中 拿来嬉笑的对象 因为她胖了不少 生完两个孩子后 因内分泌失调 原本苗条的凯丽身材走行 狗仔队在对她的报道中 都恶意满满 会用大象肥胖这些字眼 来形容这位一直致力于 环境保护和公益项目的女性 对于此 皮尔斯和凯丽都不予回应 取而代之的 每当两人出现在公众场合 皮尔斯总是非常保护地 把妻子护在身旁 依然有着二十年前 充满爱意的眼神 2008年 皮尔斯和亲子 在夏威夷海滩上散布星星时 被路人拍到 不少人都被凯丽吓了一跳 说她胖得吓人 就像一座巨大的小山丘 每走一步 下面的沙子 就会迅速地塌陷一块 有人还将他们年轻时的海滩照 做了对比 满是嘲讽 毒蛇的八卦媒体小报 还将凯丽形容为 一只搁浅在沙滩上的金鱼 平日对八卦媒体的 风言风语不理会的皮尔斯 这时选择了态度强硬的回应 她说 凯丽被要求进行减肥手术 但我非常喜欢 她身体的每一条曲线 她在我眼中 是最美的女人 凯丽仍像当年一样吸引我 我爱她的活力 热情 只要她盯着我看 我就会腿软 她在台方里说 直到现在凯丽仍然让我倾倒 她永远是我的女孩 她还说她一直努力着 让自己变得更好 能配得上妻子的爱 皮尔斯在公开场合 也不吝惜表达对妻子的爱 向全世界宣告 我找到凯丽 就找到人生的道路 2016年 两人25周年结婚纪念日时 皮尔斯带着妻子 坐着游艇 欣赏了日落 表达自己的爱意 2017年 布鲁斯南向《人物》杂志 公开了《夫妻恩爱》之道 比如带妻子去海外 度过一个平静甜蜜的周末 没有听音乐 而是通过交谈沟通 倾听彼此心声 以此促进感情升温 2020年 67岁的皮尔斯·布鲁斯南 和凯丽一同亮相 金球奖颁奖典礼 皮尔斯一头落腮胡子 搭配一头灰白的短发 她和妻子又说又笑 她小心翼翼呵护着妻子 牵着手 还扶着腰 眼里有说不完的浓情蜜意 凯丽因为有丈夫的宠爱 虽然胖却不自卑 相反 她自信满满 只有被宠爱的女人 才能有这种光彩和自信 如今 皮尔斯已经70岁 古希真年仍然潇洒 还有当年最帅007的风范 她和妻子仍然相爱如初 皮尔斯·布鲁斯南 对妻子的爱意 让不少人动容 一个人帅一辈子不容易 一个人一直 见证不语地爱一个人 就更不容易 一个如此的帅哥 如此深情地爱一个人一辈子 那就只能是通话了 如果说这位老帅哥 晚年有什么不幸福的事情 那就是她的一双妻子女了 她王七的女儿夏洛特 在2007年同样因为卵肠癌 离开了人世 年仅41岁 还有一件不幸福的事情 就是她与妻子的关系 王七的儿子克里斯托弗 成年后因为药物问题迷失了方向 为了让儿子可以重新振作 比尔斯努力地为她寻找工作机会 在自己主演的电影《明日帝国》 《007之黑日危机》和《天罗地网》中 克里斯托弗都是助理导演 但这一切的努力 仍然无法挽回克里斯托弗迷失的心 两人现在已经不再联系 比尔斯说 我知道她很迷失 但是我却又无能为力 这里是有儿工作室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